哇哦哦哦哦 我本身是梅眼山人 以前我在吉林坡已經做了10年 過後我想到回梅眼山開業 因為學到 所以要回饋給本地梅眼山的人 關於這次美麗生活節 我已經準備了五道菜 第一道菜,我準備了紫薑鴨 通常這裡的人喜歡薑 多些薑的鴨會比較香 第二道菜是木耳炸枝肉 這道菜要提前一天 然後第二天再炸,再炆 第三道菜是肉菜雞 我會選擇本地人養的鑑方雞 因為吃起來口感比較紮實 之後比較甜 我大概放七道肉菜去蒸 蒸上兩個半小時 最暢銷的就是雕魚 因為這個醬是我自製的 生人比較喜歡吃酸酸辣辣 比較有口味 所以每一個客人上來 都會點這道菜 這道椒鴨魚吃的包裏翻尋味 我是五年前開始做炭烤的事業 但是油木那兩個字 是大概在一年半年開始 我想要跟傳統的烤肉湯做一個區別 所以我就加入了油木這個方式 為什麼會叫做油木呢 我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去營業 每個月都在跟一個咖啡廳來合作 蜜酒豬柳就是用蜜汁跟一些酒來醃製的 然後醬香雞柳我是用自然醬油之類的醬料 然後合成來再做這個醃製 我烤肉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所有的醬料跟所有的餐料 我都是先醃製在肉裡面 然後碳烤它能夠把肉原本的鮮味 鎖在裡面 它不會被水蒸氣帶走 所以我選擇了用碳做這個烤肉 所有的餐料其實是我父親開發的 然後我是傳承的方式 拿著它的餐料發揚廣大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中秋 大概是7月18日我們才開始做 以前賣的餐料是人潮沒有這麼多 只是全部用手工做 那個爐大概一次 最多給你看到20日八糧 差不多每天看到網 兩三百里兩三百里這樣 機器沒有嘛 需要很多人工 後來我搬那個爐 那時候我們有點機器 就擴充那個生意了 以前這裡有一個 煤灘山那些壺壺壺 原來時候我們生產通常是 豆沙、金融、蓮融 洗了蓮子、紅豆 才不要洗得乾乾淨 才打進那個鍋那邊 才拿去用手去摸 一種裡面我們都是應該 做月餅差不多有20個人左右 每一年中秋的時候 有些老員工都會聚在一起 北炭山其實有兩個時間 人跟車會比較多的 龍力、新年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中秋節 很多外面的顧客都會 在那個時間過來買月餅 然後我們月餅來講 除了是新鮮、人手製作出來 然後也買那種人情味 他們每一年都堅持 所以很多顧客都變成朋友 但是我小時候 對於這方面的機會比較深刻 對於月餅這一塊來說 我們堅持的還是傳統 所以我們是想把它做好 而不是做多、做大 每一年都會想要尋找 美炭山歡迎你 歡迎來到梅炭山品嘗的色香味 梅炭山歡迎你 美炭山歡迎你 美炭山歡迎你 我的兩個人 我來ITTLEALK Makarangkirwarengeng 103分以内 103分以内